Hello 你好嗎 我是阿貝 今天我們會和大家一起去昂平草原 今天我去的昂平並不是360 並不是天壇大佛 而是位於馬鞍山的昂平草原 而且它是一條很簡單的初級行山路線 上去的風景美得不得了 現在就跟我出發吧 去昂平草原 我會選擇去馬鐵馬鞍山站 找B出口去新港城 然後進去商場中庭 找電梯落到交通交會署 落了電梯後 就出去走近的士站方向的位置 之後穿過的士站過去最邊邊 就會見到NR84去馬鞍山村的村巴站 提醒這間村巴的班次是非常之少 記得要預早確定時間表 車費是7元 直接去總站下車 車程大約10至15分鐘就會到 已經每天都在路了 下車後 我們就沿著右邊這條小徑上山了 現在的時間是 早上10點50分 我們現在正式出發 行上一點就會看到公廁 記得先去定吧 剛才那輛車班次是非常疏 而且只有28個位 所以如果你是假期想坐這輛車 就真的要早點去等車 但假如你真的上不到車的話 你也可以坐的士上來 車費應該是不用50元的 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健康之選 直接走上來 不是很久的 一個小時左右 健康點 OK的 好累 走了十分鐘左右 就會來到這個停車場位置 之後就開始遠離錫斯路 踏入明確的上山路線 沿路風景是越來越擁抱大自然 山清水秀走得很愉快 很舒服 現在時間是11點25分 我們走了大概35分鐘 就會看到這個涼亭的位置 可以過去休息一下 這裡會見到幾個指示牌 過去昂平草原 就繼續向前走就可以了 整段路總括來說是容易的 但脫得不平的路都會有 所以都建議穿上行山鞋來 從涼亭位置走兩三個指示牌 從涼亭位置走兩三個指示牌 看回最後面 就會見到大金鐘的身影 然後我們轉向那邊 向上走就會去到昂平草地 昂平大草原 涼亭位於馬鞍山和西貢之間 亦是香港極之少有的高山草原之一 它的高度大約400米 地形遼闊 而且景色非常開揚 這個地方我覺得是每個人去完一次之後 都會想再來的地方 因為整條路線一點都不難 但沿途風景優美 很快就上來見到一個 這麼漂亮、這麼遼闊的景色 刺幅值非常之高 現在我們就走上去再高一點的位置 在昂平大草原 可以飽覽西貢海和西貢泉市的景觀 還可以眺望到萬宜水庫、橋墜洲、大網仔、白沙洲、釣魚翁等等的景色 可惜今天天氣的能見度不是太高 如果夏天來天色會清一點 看出去就會更加壯觀 這個時候最適合坐下來 一路吃東西一路看著眼前的美景 就算了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挑戰自己的人 你可以登上我後面這個好像金字塔的大金鐘 它是屬於比較高難度的行山路線 因為山徑比較斜 而且很多都是浮沙碎石的路 很多時候都要手腳並用 但是可以從最高處看回來昂平高原 這樣你就會覺得一切都值得 不過今天我就未準備好了 下次再帶大家上去 而這裏面向東邊 是欣賞日出的絕佳地方 所以很多人都會過來露營 天氣好的時候還會見到有人在玩滑翔傘 就像今天這樣 請問上去吃東西 大家可以來吃嗎 好嗎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这个位置大家会看到两条路 两条路都可以去到西贡那边 一条就是大水井的方向 另一条就是去茅坪方向 即是可以去到北港那边 除了这两条路可以离开之外 然后还可以 回来一开始凉顶的位置 走那边过去行安村 又或者走这条路 过去我上一条影片介绍的湾曲山 而我这日就是要过多次去湾曲山 補拍一些航拍片 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拍得不太满意 如果大家还没看湾曲山的片 就快点去看啦 好美的 好了 这条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